爱奇艺泡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10月19号呢 我的《Namunana》《梦不落与灵》就要上线了 这首歌呢 这首歌的寓意《Namunana》其实是来自于 我的灵感的来源是来源于《狮子王》这部动画片 这个动画片里面有一个蓬蓬跟丁满的角色 他们互相会说《Hakuna Matada》 这样是代表无忧无虑没有烦恼 那我就想那我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语言 它并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开心 或者是能够代替当时的情境呢 于是我就想到了说《Namunana》 这个感觉还蛮棒的 于是把《Namunana》的整体运用在了歌曲里面 也是寓意着 因为《雨灵》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 那《梦不落》是激励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包括年轻人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非常有创造力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梦不落雨林》 创造自己的奇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然后整张专辑一共有22首歌曲 分为中文版跟英文版 然后两个版本都会有不一样的色彩 跟不一样的表达的意境 希望大家都去听一下 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版本的语言的魅力 和多姿多彩的音乐 谢谢 太激动了 这个太激动了 这个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然后真的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对我的支持 包括大众朋友们对我音乐的支持 有可能别人知道错了日子 可能以为马力就能听 但是不好意思是十月十九号 十月十九号中午十三十五点 就会上上线 下午下午下午十三点 然后十五点就上线了 现在整个人都是蛮蛮蛮蛮蛮蛮惊吓的 就是一直在惊吓状 除了咆哮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但是真的很开心 没想到这么多人支持 我跟你说 我说实话 我从十月十三号 我到北京是十月十三号对吧 我到现在我总没睡好一天的觉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说 不知道削的好不好 或者是有没有那么多人支持我 这是一开始我的担忧 但是到现在 这么多人支持了以后 反正又开始另外一种担忧 叫做差异 差异值你知道吧 比方说落差 我这么多人支持我的专辑 那最后专辑出来了以后 效果达不到别人的要求的时候 其实我又有点虚 你知道吗 就好矛盾啊 真的真的就 现在我觉得就是赶快吧 我觉得真的 就时间就老不过去 你知道吗 真的急 我真的 明天17号了吧 18号 我估计那天晚上是一个不免夜 19号下午三点 啊 我跟你说真的 我不知道 对我来说就好像是 现在我的全世界一样 就是我除了19号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等 19号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来 19号 就在等这个 对我来说 都 好